就是對這個身心做個轉移 等於是一個人經常做一個煩惱法 現在我給你一個觀想 這個觀想不一定要什麼定 就是我跟你講 你現在觀想誰 甚至我有講說 因為這是我們應該 以後宗教師應該要學會的 就是心理輔導 而這個心理輔導不是心理學 是什麼 佛法 是佛法 比如說人家很生氣 我說好 他很值得你去 但我們現在為了慈悲自己 你勉強一下 如果沒辦法勉強 沒有 你試看看 他雖然現在跟你很餓 可是他過去曾經跟你怎麼樣 你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過去是跟你什麼姻緣 我常舉那個例子 你這輩子他欠你 其實上輩子你欠他欠來欠去 到最後發覺扯也扯不清楚 扯不清楚乾脆放下 你又是受害者 其實你也是假害者 這一輩子論一千萬 到最後發覺是誰欠誰 也搞不清楚了 論來論去 上輩子我欠你 所以我常舉那個例子 就是說 這輩子你倒我五百萬 那我當然很恨你啊 結果有機會 因為人家跟我宿命同意知道 唉唷 我上輩子欠他一千萬 這輩子還缺五百 人家說你怎麼不去討 我才不敢 因為他還缺五百耶 我去他剛好要五百 我可以先溜啊 你看本來要去討的 現在馬上溜了 對不對 結果你又入定意觀察 不對 上上輩子 他的確拿你一千萬 所以這輩子算起來 哇 他多拿我五百萬 當然我要把他拿回來 就發覺又有理由去拿回來 結果再關上上上輩子 欸不對 喔 一直關到最後 缺兩百三百一百 弄到這樣 已經好幾輩子弄下來 連算數那個紙都好幾張 到現在是他欠我 還是我欠他 啊 啊 幾幾夫婦了啦 就是這樣啊 不然怎麼樣 你又是加害者 又是受害者 你也搞不清楚誰欠誰啦 而且還不是單一因緣 眾多因緣繳在一塊 所以 一笑名恩仇 錢擦掉 放他去吧 嗯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樣的觀念 讓他開始往善法 就這樣引導 其實他內心都因為 心無常 當我開始告訴他 做這個轉想的時候 我不要你馬上放下你的恩仇 但我先 你先聽我用這樣想 有時候一轉完了他說 唉 好吧 自己就放下來了 為什麼 心無常 我給你善法 你就有更多得悔則 就有善法去對峙煩惱了 所以如果你光給他一個 他也感受不到的功德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進來 他是不是光誦經就有用 因為他不懂道理 不如你依著佛法的道理 引導他做一些思維上的轉變 就像心理醫生 我們其實現在未來的環境 很需要這種宗教師 他把佛法轉到生活當中 我不一定要跟你講很簡單的那個方法 他受用不了 我乾脆引導你想 我引導你正思維 如理思維 可以 這是一個方法 我們來看 如是比丘 祝德學地 求所謂得 上聖經道 安穩涅潘 修六水念 乃至極德 安穩涅潘 何等為六 為聖弟子念如來事 如來應等正絕 明心處善事 世千絕 無上事 條一丈夫 天人師 佛世尊 當然這裡面 我現在都只是舉那個 念佛念 那後頭你看 聖弟子如是念實 不起貪於禪 不起稱慧於吃 再往 其心正直 得如來意 我要講的是這個 得如來意 得如來正法 以如來正法 以如來所得 隨喜心 隨死心 以歡樂 歡樂以生以息 生以息 以絕受樂 絕受樂以其息定心定疑 比聖弟子 以兇懸眾生中 無珠掛合 入法流水 乃之內凡 後頭這一段 這就是念佛的意義在裡面 你注意啊 因為我念死的時候 煩惱對峙 而且我的心上正直 為什麼正直 因為我的所緣近正直 我的對象正直 所以我彎不了 好 所以你那個所緣的東西 如果一直把它 匡在那個地方 你的心自然正直 所以為什麼 一個 如法念佛的人 他心靜 漸漸會親近正直 為什麼 因果相應的東西 因為你的心 是被倒在這裡的 所以心自然正直 所以我們就胎教 我們一直講到 胎教為什麼有用 因為他的心引導他的心 所以有時候孕婦 孕婦如果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情緒波動很大 往往也會影響到孩子 那麼身體焦慮 往往這小孩子這一生 身體也不大健康 為什麼 我發覺有時候很焦慮的 動盪不安 小孩子容易生病 為什麼是這樣 可能這中間有連帶關係 那你看喔 我們的所言是這樣 心正直 得如來意 你看喔 得如來意 我就是我的心相應如來意 所以這裡面馬上牽扯到 你對如來的認知如何 對如來的認知越真徹底 你得如來意越徹底 越徹底心越正直 是不是 所以對於佛法的正義 你看 是得如來正法 所以表面上是我們念火 其實是得法 它感應是從這個原理上 為什麼念火會有作用就是 因為它在念如來意 念如來的時候 是得如來意 得如來正法 那個法融到你那個妄想心當中 所以心自然正直 所以一開始帶著一個迷信和一個正義 你的正信則對佛法了解越多的話 它的心正直力道越強 所以文法不白會 如果正法你會得正 依如來所隨喜心 就前面我們講的歡喜心 歡喜心 我們會隨喜 所以你要是對如來的功德 一種很抽象渺茫 你不知道你當得獻得 你能不能隨喜 喜不來囉 注意喔 隨喜心很重要喔 因為隨喜心有了後頭才會有喔 念如念到艱苦多久就沒有喔 有人念到 真累 白念了 幾百歲 念到幾百歲 我說這怎麼 你再念也沒用 因為它是隨喜心 什麼叫隨喜心 這個隨喜心不一定要隨到外頭 是那個法納進 因為我心喜 所以跟法是一種自然合 随喜 我心厌安住这个法 自然和 所以我说修行一定要守住它的意乐心 不要破坏它 随喜心 心以欢悦 欢悦生以喜 因为它这个欢悦 随喜欢悦 欢悦又不是依五欲六成的欢悦 依五欲六成的欢悦是躁动的 依正法的欢悦 心会止息下来 我们一般得法的时候一开刚得会比较 怎么讲 禅定的情况也是这样 就是刚你得书胜法不曾有的时候 你的心会比较躁动 那个就是喜相会比较重 会波动 但喜喜喜酒以后好像刚得乐透 就忘了我是谁 可是到最后慢慢稳定 不要慌 我来计划怎么花这个钱 因为既然已得 不要紧张 不要想一想说 哎呀 我得这笔钱不用了什么都丢掉 就顺便把那一张也丢掉 那就很万谈了 哎呀 我得到很狂喜 狂喜到最后 因为已经心满足 那份狂喜过了以后 心会慢慢安定下来 其实我们念我念到之后 心欢喜的时候 也会一段时间 那个不是说不欢喜的 是稳定下来的 所以那个喜心变成很细腻的灌在里面 那心会以息就是清安了 如果你正喜的时候 心是动的 但稍微喜稳定下来 热过头以后稍微冷静下来 心以息的时候 开始有定向会出来了 觉受热 喜乐一直出来 其心定 心定的时候 如果 彼圣弟子以凶险众生 以凶险众生 就是凶险众生 不但是外众生 包括环瑙境 都能让无珠挂合 入法流水 注意 入法流水 就是我现在挂爱的 并不是我能降伏一切众生 而是我以珠众生不挂爱 除非有大威德力才能降伏所有众生 但我现在就是说 以凶险处无挂爱 因为有苦啊 假如我们现在 我经常在幻想 假如佛头跟我讲 觉得说 大航啊 你不用担心 你这辈子我铁定来接你 大航我听了这句而已 我就不怕死了 他已经写包票啦 对不对 我那时候开车也可以飙啦 为什么红利灯不用怕 当然我不会这样做 我的意思就是不用管他死我 反正死绝地去 这样 我现在不愿不怕身体疲劳 就算怎么样做都没关系 僵持身心完全奉献 为什么 有苦啊 当然越这样想 其实这个不究竟啊 我只是举例啊 假如我对我的生死也要把握 其实就好像说 我已经足够富贵 所以我就不怕贫穷 我对生死已无挂爱 就能在生死中利益众生 不是吗 所以一旦入法流水面对凶恶众生 为什么不怕 并不是说我就能把所有凶恶众生灭掉 而是我以生死无挂爱 以法能入法流水 所以我以法能相应 所以以众生的希望变化 这些烦恼恐怖 我不挂爱 就会产生这种安稳相出来 乃至涅槃 你看 僧文教有没有谈到这个 谈到了啊 其实这个道理 他已经点出了我们菩萨道的念佛 其实原则是不是跟他一样 一样啊 一样啊 一样的道理 好 我们接着来看那个 念佛与三十七道品之关系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法 跟其他法做个连结 也就是念佛法不是 我们经常讲异行道异行道 有时候一直把佛法讲成太方便太方便 有时候会被人家看清 不是 念佛法就是众多法门里面相关的 他就四念处就齐绝之 他就是一个正常道的法 那佛陀后来依悲愿所先出四十八愿 那是开展出 其实他这种开展出的异行道 其实都不理正常道 你必须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有些人念佛 因为现在各种佛教都进来 那我们靠着过去人讲说 哎呀 因为依悲愿 依信愿而得成就 现在有很多人提出疑惑 你的理论在哪里 你说我经典说 他说那个经典我不相信 那这样怎么办 你不相信没关系 我看起来我就要照道理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叫教证理证 教证就是经典为证明 理证道理的证明 那有的人是声闻人 他不相信大圣经典 好 教证你听不到 那我就讲理 所以弘扬净土的人要有教证有理证 最好自己也献证 那最好了 那直接献给你看 比较整齐了 不要说那么多 好 教证 因为必须同信这样的法的人 你举经典他就相信 所以对信寿大圣菩萨道 念佛法门我举教证 对不相信的人 我举理证道理如是 你火定我会火定到你自己 那我现在举的就是理证 理证 理这一方面 因为经典里面所谈的 它就是一个正常道的修法 所以你越了解就是说 其实我修这个法 从疑惑当中我慢慢信寿 我这个法为什么真的是三根种被 为什么念佛会记住一切功德 因为我以佛功德为所缘 而以功德为所缘 所成就一个法 都完全灌在这里面 都可以成就 不但是是道理懂 理道理懂 你会发觉 我念念之中 我不疑惑 任何人动不了我 我们阿涵经里面谈 那个例子 我常举这个例子 你看 那个朱首士跟摩和兰 两个在那变 变到最后 他们讲是不坏境还是三不坏境 一个是讲说活法生戒 一个就讲活法生 一个就讲说 他说两个变了老半天变不停 变不停 因为那个朱首士本来 他对戒法也比较松散 所以他只记得活法生戒 就不忘了 不过后来他争过 那后来争过 那就找佛来 佛就跟他讲 你认为两个人还在谈理 但那个朱首士 虽然他只归一活法生 没有归一切 他只有活法生 没有活法生戒 但他产生什么 他说 归对于三宝的信寿 即便活出来 比丘跟我讲 叫我不要相信三宝 我不动摇 连活出来跟他讲 不要相信他都不动摇 你知道那理由 也就是说 他对三宝的信寿 不是依什么 依感性 依道理 依道理 也就像他这样的人 他那时候对三宝的信寿 是世间天人鬼神魔出来 跟他讲 人活跟他讲 不要相信三宝 他不动摇 所以说佛就说 既然如此 意思就是说 那也没什么好说了 意思就是说 他的确也那么坚固 不过佛那时候跟他讲 是活法生戒 不过他在这个经典里面讲 也为出手势讲说 能做到这样也难得了 也难得 他兼顾对三宝的信心 完全不动摇 所以从理上的确认 你会发觉就是说 今天因为修行有很多障碍 有很多外道 所以我现在对某些人 人人明明在佛法上 可以往生净土 可以了结 往无量劫的生死轮回苦 本来有机会往生 竟然被那些 那些人给人家弄坏了 罪过无边啊 你要知道啊 你要知道啊 你杀我也就是欠我一条命 你帮我弄得不得往生啊 你欠我无数命喔 等于是你坏人的证件 对这个人杀无数次喔 不是吗 所以破人证件罪过多大 因为我本来可以往生 被你这么一讲 我失去信心 罪过很大的啊 那所以说 为什么我在 对某些道理要加强再加强 也就是说 当我们现在走在 这一个知见仇灵当中啊 我们必须要能笃定 其实并不是纯靠信仰 道理如是 这个道理 你有幸得到这个法 你应该好好珍惜 他这么讲 云何念觉知 为世尊说 若圣地子于此内生助寻升官 若具正情正知正念除事贪忧 于比外生助寻升官 于比外生助寻升官 若具正情正知正念除事贪忧 于内外生助寻升官 若具正情正知正念除事贪忧 于内外具受心法三 广说以而 修习如是 四念主 所有无肉作义相应 诸念随念 专念欲念 不忘不失 不疑不漏 不失法性 注意 不失法性 也是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 随着念佛当中 也能如理于佛法的原则修的时候 他所感应的就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念佛 念成升天去了 为什么 失法性 就是说我们同样念佛 好像也要往生 但意念不存 带着是人天想 所以心是依人天心 所以就不容易得漏尽 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 如何知道这个法的意义 修行它就有作用 那对有些初学来讲 我没办法谈那么多 因为什么 你谈那么多他得不到 那不如让他也能得到 那只要有机会的 应该更清楚修行的法性的意义 就是整个念佛法的真正如 怎么样才叫如法修 就会怎样 不失法性 心明寂静 总明为念 一明念根 一明念力 一明念觉知 一明正念 至圣出事 无诺无曲道 随行道具有道水转 就是无曲道 随行道具有道水转 就是随这个道而水转 能正尽苦做苦边际 诸有学者如所见诸行思维观察 令志究竟 以诸行中身见过犯 以永涅槃身见功德 我们现在这里没有谈到念佛 但其实他念佛意思在相通 我们现在先大家留意 如果你安住在身 到最后你会看到 身受新王 会看到诸行的过失 因为你观察戏了 你来自于看他的过失 就能远离他 你能看到念盘的功德 我们先都提到这个 我们到最后一起提就知道 我为什么要引这两部金的意思 若阿罗汉心解脱思维观察 令志究竟 所有无若作义相应 诸念随念乃至心明即信 明念皆知 我们现在先这个 我们先看下一个 同样是阿比达摩法运族论 这都是圣文的布派的笔谈 云何喜觉之 为世尊说大名当之 若圣弟子以如是相随念诸佛 如是相 我们不是有如是相 前面有讲如是戒这些 如是相随念诸佛 为此世尊自如来阿罗汉正等觉 民情圆满善事世间解 无上丈夫调义事 天仁师佛婆却患 彼圣弟子以如是相随念佛时 心不贪贪 贪不贪心 称不贪心 施不贪心 以如来所其心正直 其实就跟阿罗汉金相同了 心正直固得义威事 这个都是我们下午要 得义威事得法威事 你知道这都是重要的关键词 意威事法威事 所以内心会产生一种威事力 什么威事力 相互烦恼 功德力会显出 其实在念佛的时候会产生这个 以如来所能生起心 心故生起心 喜故生安 生安故受乐 乐故心定 心定以不平等诸友情得住平等 以有脑害诸友情类 诸无脑害 得欲法流 以诸佛所修随念故 乃至能正究竟涅槃 好 这句话你看 喜绝之 在法运族论里面喜绝之 就是七绝之 三十七道明的七绝之 我们在修安波法里面 它谈到一安波法能修四念处 安波法能成就四念处 四念处能成就七绝之 七绝之能成就恶解脱 心解脱恶明 心解脱会解脱 一安波法能成就四念处 能成就七绝之 能成就恶明 也就是说四念处会通七绝之 七绝之会通恶明 那这里明显讲 念火是什么 喜绝之 也就是说念火其实是七绝之里面的一反 我们不是三十七道明 有七绝之八正道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许绝之 而且他在谈许绝之的时候 是以念火为主 那念火可以许绝之 念火可不可以念绝之 可以 所以念火是什么法门 三十七道明 这不是我说的 他们说的 我不是in out的 我都隐清典的 我都隐清典的 好 这里面可以说细看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法 为什么我起这个法 其实要增长大家对这个法的信心 当现在在很多观念 不是说有一个人去跟某一个长大 我们南传没有修念火 我们哪有念什么火 你看莫名其妙 哪有活地子不念火的 活地子都念火的 不然你怎么叫活地子 是不是 当然念火 你知道讲这句话意思吗 不知道的人就会被动摇 哎呦 你们不念火 那我们为什么念火 其实是他错不是我们错 他颠倒我们正确的 所以现在类似这种东西 为什么我要谈这个 因为很多人念火 念音乐 现在改变题目修缠去了 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跟个人应用 我其实不反对 但问题就是说 你的改变是因为应不应激 不是被人轻易影响的 不是那一个被广告词所影响的 是不是 是因为你透过理性 因为每个都是活说的法 应不应激能不能修我随喜 你今天不念火 然后去修安波法 修试念处 安波法试念处也是念火啊 因为那是活说的法 不念火嘛 对不对 你只要能修好 都欢喜 因为都是活说的 但我的意思 你的改变不是因为不正间改变了 因为也许你才适合修这个法 那你被影响了 那所以说我们要建立这个对法的认知 我们必须要从这里来谈 你看啊 他这里来谈 我们看啊 这里面我们先看下一个 前面他的道 以如是相 谁念佛时 所以你必须要认知佛的一些相状 我们之前不是有念到那个什么 如是相 如是状 如是种 如是类 对不对 如是戒 如是法 如是慧 如是通 如是解脱 如是多知 对不对 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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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内涵的 有内涵进来 然后你一念佛的时候 贪嗔之 不缠绕你的心 你的心正直 得义威士 你看 得义威士 得法威士 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 是吧 得如来义 得如来正法 得如来义 得如来正法 对 义威士 就是那个义威士 在你的心产生现象